耶 黑蟲帽的工作人員三次 趕快來玩一下 欸 大哥 你怎麼不會動 喂 老司機 你還說你有多懂電腦 遊戲的基本需求人都不知道喔 用這什麼顯卡啊 來啦 用這台筆電啦 唉唷 被看不起囉 今天就來挑戰 欸 還要挑戰 你的挑戰都沒人看耶 可是 你這台筆電也沒有很新啊 喔 蔡姬 教你設定啦 嗯 大家好 歡迎收看G牌實驗室 我是老司機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經玩過黑神話悟空了呢 之前我們有曾經推出過一個買顯卡送遊戲的活動 相信很多玩家都已經趁這一波搶著先機了 那這款3A大作呢 它從上市之前就受到廣泛的討論 上市首日更是以220萬人同時上限 打破Cyberpunk 2077 在2020年創架了104.4萬這樣的紀錄 成為Steam史上最多人玩的單機遊戲 並獲得96%的好評 那這款遊戲它其實系統需求還蠻高的喔 根據官方公布的資料 CPU要Intel Core i7-8700K 記憶體要16GB以上 作業系統要Windows 10 64bit DirectX的版本要11GB以上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它的顯卡要NVIDIA GeForce GTX 1070 或是AMD Radeon RX 580以下 但是呢如果要特效全開 就要RTX 4090以上才能夠過關 所以呢很多玩家都想要趁這一波 為了玩這個遊戲來更換顯卡 當然新遊戲上市老司機自己也想玩玩看啊 可是我個人只有筆電 而且是規格不怎麼樣的筆電 CPU是i5-12500H 顯示卡是只有4G會圖記憶體的RTX 3050 系統記憶體16G 螢幕是15吋的FHD 144Hz 這樣的規格呢其實距離最低系統需求還有一點差距 可是如果大家也是跟老司機有一樣的困擾 可以試著去設定遊戲裡面的兩個設定 然後看看遊戲可不可以玩 第一個呢是應用推薦畫質等級 這個設定會自動偵測電腦的硬體配置 調整出最好的畫質等級 那以我這台筆電來看 建議的畫質等級是到中 超高解析度截取 可以使用FSR 幀數產生器它是設定開啟 那當然全景光追它是關閉的 那在這樣子的設定之下 平均的幀數可以到85 但是呢顯示卡的揮圖記憶體好像不太夠 玩是可以玩但是會跳出警示跟我講說 揮圖記憶體不太夠 所以呢這個部分其實會建議有8G以上的揮圖記憶體會好一點 第二個可以調整的呢是剛剛有提到的超高解析取樣 黑神話悟空它有支援包括AMD的FSR NVIDIA的DLSS Intel的XESS 以及APIC的TSR這些技術 這些技術都可以讓低解析度的遊戲畫面 擴展到高解析度 而且對應不同的顯示卡都有互相支援 例如說FSR跟XESS都可以在NVIDIA的顯示卡上面使用 TSR在AMD跟NVIDIA的顯示卡也都可以使用 不過因為老司機這台筆電呢它不支援DLSS的增生層 所以遊戲建議我用FSR 那啟用幀數產生器之後呢 最高的幀數可以到95 平均是85 最低是74 那老司機這邊同時測試了TSR這樣的設定 啟用幀數產生器之後呢 最高的幀數是到94 平均是84 最低是74 效能表現跟使用FSR其實差不多的 那如果想要更好的遊戲體驗或是筆電設定了 好像也沒什麼改善 那就要考慮升級了 那這邊老司機另外再準備一台機器來做測試 這台機器呢是使用RT3070筆電顯示晶片 螢幕是16比10的2K面板 更新率是165Hz 那測試主要是用不同的光追等級跟畫質做搭配 在2K的解析度下進行測試 DLSS跟增生層全部都是色違開啟 整個測試的過程中 顯示卡拉的耗用率大概到了95%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能表現大概是怎麼樣 在影視等級畫質下 超高光追的最高FPS是50 平均40 中光追的最高FPS提升到62 平均是51 把光追調到最低 FPS提升到62 平均是52 跟中光追沒有太大的差異 接下來把畫質等級調到超高 FPS都有往上提升 超高光追最高FPS是54 平均是44 中光追的最高FPS是68 平均是57 低光追則跟中光追差不多 最高FPS是67 平均是58 在高畫質等級部分 FPS又有再往上提升一點 超高的光追最高FPS是56 平均是47 中光追最高71 平均是61 低光追則一樣跟中光追差不多 最高FPS是71 平均是62 在中畫質等級部分 FPS又再往上提升一些 但是超高光追其實還是有那麼一點差距 最高FPS是61 平均是51 中光追最高FPS是77 平均則是63 已經是比較好的效果了 低光追則是跟中光追差不多 最高FPS是76 平均是67 最後是低畫質等級部分 這時候FPS其實已經提升不多了 超高光追最高FPS到62 平均是52 中光追最高FPS是77 平均是67 低光追則是最高FPS78 平均則是69 從以上的測試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就筆電可以試著去調整 遊戲裡面的超高解析擷取 來看看對遊戲的順暢度有沒有一點幫助 4070等級的筆電 在2K解析度底下 中光追搭配高畫質甚至超高畫質 都有順跑的機會 但是如果你想要超高光追 可以試著把解析度調到FHD 搭配影視等級的畫質運行 平均6PS可以逼近60 如果想要更保險一點 就以超高光追搭配超高畫質來運作 這樣可以達到最高的FPS是77 平均62 體驗會更好一點 像是今天的G牌實驗室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個好筆電 然後陪著悟空一起冒險 G牌實驗室 沒有疑問我來解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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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